以我们人类这样去消耗 木材其实终不切让我们这样消耗 当我们用了入筍的工艺去做 基本上就算你用卡板撿回来 我叫林池,从事木工行业已经超过45年了 筍贸这件事其实是不需要用钉 只是用很简单的东西 基本上是由一粒一粒来变化出来的 因为这张椅主要是有些直筍来的 做完很多筍也看不到 因为它全部一粒已经插入了 当木爆了,我们会做一个蝴蝶 将它锁锁,让它不用裂纹再延续爆开 这样的情况 或者一个天安排,我要做这件事 其实那年代我们小朋友读不成书 70年代很多时候都会去学习 其实没有说我会找木工做的 刚刚那个是撞着机缘上的问题 初初我们学的时候,那时候都有一些电动工具 我们是电跑,我们都不用用的 我们全部都是用手的 鞋也是的,都是用手鞋的 其实都是挺好的 起码基本上你可以锻炼到自己的基本功 当你没有电,我的手都可以鞋得到 例如你想做一件事 那你要告诉我 我就会在我的脑上呈现出你的东西 现在我这个工作室的主要木材都是 收拾回来,回收回来 好像现在这张而已 其实我们平时用来坐的 其实本来是一些人不要的门框 南方比较上是天气热 那它很多时候会有块 以前有一块云石在那里 当你以前坐的那块石是凉的 其实我拿了它这个概念出来 我们都可以摆一块瓷砖坐下去 你会凉凉凉凉凉凉凉 本身香港是没有木材出产的 全部都是进口进来的 2000年的时间 我们都开始有点转变 其实有时候我都打风 很多时候树头掉下来 我们都会尝试一下收拾回来做 其他人知道我们这样 会有些木地板 我们会这样回收回来用 而且有时候在街上 我们看到我们都会收拾 適合我们自己的木材 收拾回来 我们要收拾回来 我们要处理其他 比如有螺丝、钉 我要先清除下去 我们会发个样子 然后再收拾回来 再慢慢做个信 最后就会拼砌它 这个就是一些红酒箱 我认得这个玻璃都有回一年多了 它有个名字叫海塘花 垃圾斗 人家清唱的时候 用来收拾回来 这些玻璃 现在都叫做有钱的猛度 很多时候不是别人叫我做的 就是我自己想想做什么来玩 其实我自己贪玩 很多时候会做一些 其实有很多可能性的 通常我是做好它来看我买的东西 那其实香港这个环节 如果你做生意 你都要发钱的话 那 所以我就不能发电 所以我们做不到生意 怎样都做不到去 八、九十年代那些风光时间 那时候香港很多厂 是可以由家室出口的 现在我们这样做法 希望我们会做一些 会比较是一些特色的家具 希望我们使用的材料会尽一点 就是不会说 随便用完 就算现在这个灯罩 所以学生用完的东西 他们做完的东西 有些下篮东西 那些下篮东西 就由我来做其他东西玩 用摄了 一种放仔细 。 一种滑 一种放仔细 一种 一種放在封面 1种放仔细 1种放仔细 2种放仔细